而這位是靠著精湛模仿跟幽默主持功力 在演藝圈闖出名號的阿肯 出道18年首度挑戰的是 自編自導自演電影戀愛IMG 不僅很砸了三四千萬的資金 更花了六年他才完成這部作品 許多的大咖好友都來嘎一講 這男人是怎樣 你看得到不是Dance 有Ella 曾國成 吳可惜等大咖 重新嘎一角力挺阿肯芯片 戀愛IMG 其中邀請周董花很大的力氣 我問他時間 可想而知他就是要去辦演唱會 他就是要去做商演什麼等等 後來又在聊天的時候在講 講說你上次叫我要去拍那個東西 我想去耶 可不可以再拍 愛情故事就是要有浪漫情節嘛 要不我們留個電話 會生 連微生蠔都拿名字雙關開玩笑 戀愛IMG是阿肯出道18年 第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 內容講的是如何追愛不失敗 腳本大概花了兩年左右吧 假如真的要分版本的話 大概也有十來一個人吧 對 因為中間可能 有些地方沒有改 有些地方改了很多 前前後後花了六年的時間 阿肯豪灑三四千萬資金 只為拍好電影 身兼三重身分 忙得不可開交 你現場的事情很多時候都處理不完 然後你現在又是演員 我就有在 就是現場被輔導大吼過 就說好了沒 你趕快去換衣服 我說我還在跟大家講事情 我還在處理現場的狀況 可是來不及了 所有的演員都換好衣服 救你沒有 我說好好好 因為你也在裡面演嘛 你就是這樣東奔西跑 然後又切換不同的身分嘛 或許是因為從幕後人員出身 阿K樂宇在不同身分中忙碌 過往在八點檔青龍好漢 遇上名導演馮凡 影響了他的演藝人生 來不低一點 來 再低一點 風再低一點 乖 再低一點 不要怕 白癡啊 封凱大哥他自己本身是導演 他其實不用拍戲啊 但後來我覺得說 這個角色太適合他了 我覺得他不來 太可惜了 其實就是我跟他 一對共同生活期 他以前在跟我的時候來 他就事實上被我弄了 凱哥絕對是我的貴人 因為他那時候在劇組的時候 雖然他很兇 他真的超兇的 封凱導演是 在倒戲的時候是很嚴格的 但他的內心是如此的溫暖 一陣子他會過來說 還撐不撐得下去 我說可以 好 我就走了 他就沒有跟我多聊 可是我知道他有在顧我 後來轉戰綜藝表演 從全民大悶鍋 開始活躍於螢光幕前 表演的養分來自恩師的指導 還好 韓國人 你們現在得罪的是台灣人 假如說得罪我們德國人的話 不只是丹息 不會用神奇蛋 還會用爐彈 看到沒有 這個印多了 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是很菜嘛 也常常表演做不好 不好笑 被大家罵什麼的 其實就是偉中哥 然後現場工作的時候 就是邰哥 他是給予我最多教導的 哇塞 今天是新的 納豆快投了啦 有沒有愛上Ken哥 在綜藝短劇演出中不斷成長 阿Ken的表現 製作人王偉忠全看在眼裡 將節目主持棒交給他 不過和大黨納豆 跨足餐飲王國不同 阿Ken從沒想過 演藝圈之外的副業 兼差有另外一個身分 或是有另外一個公司 跟這個行業是不相關的 不一樣的好了 那其實很難 對我來說 會變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如果我要做別的行業 那一定是跟這個行業 也非常非常有關 以前我們在出外景的時候 凡希幾個外人失誤都有啦 他不敢送 表演綜藝衰 在跟鱷魚打交鬥 或是模仿反串 阿Ken為舞台卯足全力 卻犧牲不少家庭時光 我爸都會問我說 週末大家 他講到這裡 其實我已經知道說 大家一起吃飯 你要不要一起來這樣 然後他說週末大家 我就說不行 我要工作 好… 後來我自己回想說 我這個小孩子也是太 你知道爸爸那麼溫暖要來問你 但是你也知道他要問什麼 而且實際上你是真的不能去 唱跳寫歌都曾一把抓 阿天的演藝人生就是不斷嘗試 但一步步走來很不容易 因為當初我也是在很多人的勸退之下 依然還希望能夠在演藝圈裡面找工作 那我覺得大家認識到我 就是現在大家覺得說 阿Ken阿Ken就是那個主持人 因為我不停地做 做到一個程度之後 大家認同 付出努力不怕失敗 阿Ken手指導筒 希望不只是打響名號 能讓大家看到他真的有料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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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